十字绣鞋垫绣法教程 第一步,先打开鞋垫 然后穿线 单股绣只需要线穿过针不对折 第二步,找到起针的地方 隔开一段距离提前穿针来线 第三步,绣十字叉 可以选择先绣右边一排 绣好后返回来绣左边 这样就形成了十字叉形状 顺着之前的文艺绣 第四步,收针 找一段距离把线穿到布里面进行埋线 最后再拿出我们送的剪刀 把多余的线剪掉 就完成了 修好正面图 修好反面图 修好反面图 照顾